上回就說到呂布抱著雕蟬 在鳳兒亭小聲地安慰他 他們兩個相依相揮 抱著一塊十分親熱 兩個都不想離開 回頭又說說董卓 他在金聯殿上跟皇帝聊天 一轉頭 不見了呂布 心裡打個瘋 連王起來 辭別皇帝 坐車就回上府了 一一回到門口 一一回到門 就見到呂布的馬就綁在那裡 馬上就問問門口的侍衛 就得知呂布進了後堂 這次叫了 董卓就生氣了 喝退了身邊的人 自己一個人連王走進後堂 但是到處找也不見了 找找雕蟬吧 誰知道也沒人拍 就去問侍女 侍女就說雕蟬去了後花園看花 董卓就立即去後花園找 就這樣吧 氣死董卓了, 這樣也行 只見呂布抱著雕蟬在鳳如亭旁邊聊天 這隻雕蟬就在一邊裡 董卓就生氣得火火火火 大喝一聲 畜生來做的好事 呂布看見董卓回來 嚇得臉都青 放開雕蟬, 轉頭就走了 董卓一手搶過之擊 舉起來就追著呂布 呂布雙腳可以裝了摩打 走起來就飛得這麼快 董卓又生得又胖又笨 追不到 就搶力地扔一支擊過去 打算刺呂布 我拿你的命 呂布順手一叛 打了一支擊落地 等董卓撿起一支擊 再來想追的時候 呂布已經走了很遠 不見影了 董卓又一路氣喘喘地追到花園門口 誰知剛好又有人衝進來 拍…拍聲撞到正 就把董卓撞到地裡 董卓就抓住撞掉他的人 不斷打… 你這個小奴才… 別打…是我… 我就是要打你 惡夫大人, 我是鯉魚 鯉魚 鯉魚? 是呀, 我是呀, 是呀 激死我了 來, 你扶我去書房 我有話跟你說 是, 很有聲, 惡夫大人 鯉魚扶著董卓去書房楚樂 董卓就問了 你來得這麼急, 有什麼事? 小細剛才來到上府 聽到大人你很生氣 去了後花園找呂寶 所以小細就匆匆忙忙地趕來 剛好就撞到呂寶, 忍忍地走出去 他還說太師要殺我 小細就慌忙地趕過來後花園 想勸解一下 誰知就不小心撞到惡夫大人你 死罪, 死罪, 死罪 我要跟你說的就是這件事 豈有此理, 呂寶這個小奴才 你知不知道他多可惡? 居然敢調棄我雕善 我這次一定要殺了他 如果不殺了他 就難笑我心頭自恨 大人, 千萬不要為了小事誤了大事 什麼?這樣還是小事? 荒謬, 荒謬 大人, 你聽我說的一段故事 那時候楚莊王有一晚大宴群臣 剛好就關上蠟燭 有人呢就刻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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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為拉拉 王后的衣服 王後好手快 一手拉過去 將這個人的帽子上的紅鷹拆了下來 這就是這個最有力的證據 於是王後就要求楚莊王來追查這個事 但是楚莊王並沒有去追究這個人 最後是一次對外的戰役女頭 這個人打得非常勇猛 而且還在危急的關頭 救了楚莊王的命 大人 凋事不只不過是個女子 而呂布是大人你的心腹猛將 日後大人你要得到天下 登上九五之尊 都要全靠呂布去輔助的 現在只是為了一個女子 要跟呂布反面 恐怕不太值得 不如就把這個機會 把凋事物送給呂布 呂布會為了報答大人你的恩德 一定去死也願意 大人, 請你三思 你這麼說, 也不是沒道理的 讓我想想 那小事告辭了 李宇走了之後 董卓就叫刁蟬出來罵他 你這個賤人 怎麼跟呂布私通 你趕快老實說出來 大師 小妾因為大師去了上朝 小妾因為一個人很寂寞 所以才去了後花園散步上下花 誰知女報他突然走進來花園 讓我聊天 你記得他來, 應該避開他才是 是呀, 小妾一見他來, 就打算走了 誰知那個老婆, 嬉皮笑臉 攔著我就說 他說他是太師的兒子 又何必迴避 一邊說, 就一邊用手抓住我 他想怎麼樣 他…他想調棄我 你這個小奴才, 後來怎麼樣 小妾拼開他, 馬上走了 他拿著劑來追我 一直追到鳳兒亭 小妾見他居心不良, 怕被他侮辱 所以就想跳到河花池裡死了 誰知又被他攔拾 那…那怎麼辦 小妾正在掙扎的時候 幸好太師趕到回來救了小妾的命 誰知… 誰知太師你反而來罵我 說我和呂布私通 真是冤枉我了 不知道 呂布竟然這麼喜歡你 小妾, 我把你送給呂布, 好不好 你倆人連帥相當 郎才女貌 總比陪伴老夫好 太師, 小妾已經侍奉過太師 已經是太師的人了 為甚麼現在又把小妾送給那奴布呢 小妾寧願死在太師面前 都不願受這樣的屈辱 小妾一說完 就走過去掛在牆上的寶劍裡 一聲拔出來想自問 董卓就趕過去 搶了一把劍, 扔開 抱著小妾就說 美人… 跟你開玩笑而已… 你千萬不要尋死 小妾就索性躲在董卓的懷抱裡 變詐嬌 我不想, 我不想, 我死了, 她好過了 吊善, 吊善, 你別哭 我疼你 我不想 我知道了, 這些一定是鯉魚的計 鯉魚和呂布都是好朋友 他們一定是想起這些計謀來害我 他們一點都不顧著太師的面子 和小妾的性命 我…我恨不得吃了她的肉 你又來了 善後的話你就不要記在心裡了 你說, 我又怎麼捨得把你送給別人 雖然我知道太師你是疼我的 但是小妾再住下去的話 一定會被呂布他們害死的 那好, 明天我和你一起回去薇湖 去快樂下, 享下福 那你就不用怕了 謝謝太師 吊善, 確是一個奇女子 走一走, 笑一笑 就搞得董卓和呂布妥妥令了 一天, 你來見董卓, 說 大人, 今天是吉日良辰 今天把刁蟬許配給呂布就對了 我想過了 我和呂布是兩父子 把機接送給兒子, 也不是很對的 總之我不追究他這件事就是了 你把我的意思告訴他, 好好安慰他就對了 大人, 你不要被呂息迷住 還是把刁蟬送給呂布好一點 送…把你老婆送給呂布吧 大人…不要 小妻的老婆豈不是大人你的女兒 我真是被你激婚了, 別多說了 如果有人再提這件事, 我就殺了他 李渔就沒收了, 只有告辭番茄 他走一出去, 仰天長探 小心點 這次我們都要死在女人手上了 正所謂師徒妙算撲洪群 不容幹國, 不容兵 三箭虎老, 蒲廢靈 海哥卻就鳳而亭 現在又說回董卓 他即日就下令回眉湖了 照舊文武百官也送他去城外 當然了, 雕蕾坐在車裡裡 遠遠就看見呂布在人群之中 猛地看著車子 雕蕾還雙手掩著臉上 作個撞, 扮成好像傷心痛哭 車子已經去很遠了 但是呂布騎著馬 激, 掘, 激, 掘, 激, 掘 慢慢走, 看著車後的煙塵, 喊一聲嘆氣 忽然間, 有人在後面問呂布說 溫喉為何這次不跟著太師去 在這裡遠遠地長嘆 呂布轉眼一看 原來就是司徒黃韻 司徒大人 老夫近日有點病, 一步都沒出門 所以很久都沒見過將軍 今天太師因為要移駕去義烏 所以老夫大病都要來送一送 剛好在這裡見到將軍, 真是高興 對了, 將軍, 你為甚麼事在這裡長嬉短嘆 真是為了令外 雕閃甚麼事 怎麼這麼久都還沒跟將軍你緣婚 那個老賊, 他…他…他自己要來做妾事 甚麼? 太師他跟了雕閃 我不信有這種事 於是呂布把前後的事大小的說給黃韻 黃韻聽完了 丹哥的頭, 閉上雙眼, 慢慢地挖腳 很久都沒出聲 最後他就說了 真是想不到 太師會做這種禽獸行為 將軍, 請你來韓社一起商量一下 呂布跟了黃韻一起回家 黃韻就請他進一間密室坐落 擺酒來款待他 呂布又把他跟雕閃在鳳兒庭的事 一五一十地說給黃韻聽 黃韻就說了 太師姦淫了我的女兒 搶奪了將軍你的妻子 你確實是令天下人恥笑 不是恥笑太師 而是恥笑老夫和將軍你 不過我年紀又老了 是個無能之輩 這樣就沒得好說了 我認識將軍你, 英雄蓋世 你也要受這種烏辱 當堂生氣得呂布怒氣沖天 拍桌大叫 老夫一時失言, 請將軍釋路 我發誓要殺了這個老賊 來清算我這個奇恥大辱 將軍, 你別這麼說 一會兒連累了老夫 是要的, 大丈夫頂天立地 怎麼能夠鞠住道氣, 屈於人下呢 這倒是 以將軍你的紅財偉諒 是不應該受到這樣的限制的 我真是想殺了這個老賊 不過… 是, 無奈他跟我有父子之情 最怕又會被別人議論 將軍你姓女, 泰師他姓董 那天他用一支劑來扔你的時候 什麼時候有念過父子之情 要不是司徒大人你這麼說 我差點誤了自己 黃雲見呂布對董卓 已經是恨之入骨的了 不會怎麼變的了 就點一條名路, 他說 將軍, 如果你是輔助漢室的 乃是一個忠臣 將來清史全名, 流芳百世 但如果你去幫助董卓 就會變成一個反賊 在歷史上記一筆 你將會遺臭萬年 士徒大人, 你放心 我會做的了 萬一這件事做不成 就會惹來殺身之禍了 士徒大人, 你看著 呂布拔出一把刀 在自己手臂上一劃 流出鮮血 呂布這樣做為甚麼 這叫敵血為誓 黃雲非常感動, 他就說 漢朝不斷, 代代相傳 就全靠將軍的忠義了 這件事千萬不要洩漏出去 我到時有甚麼決定 就來通知將軍了 呂布答應了, 就告辭走了 過了一段時間 但黃雲考慮得比較成熟 所以請了兩位忠於漢室的大臣 來一起商量 一個叫做士宣瑞 另一個叫做黃婉 士宣瑞想了一個辦法 她說 現在主上的病剛好好了 我們可以派一個會說話的人 去薇湖請董卓回來敬師 說主上有要事跟他商量 而另一方面 將天子的秘密命令交給呂布 叫他在朝門埋伏定人馬 等董卓一到就殺了他 這條乃是上賊 黃婉就說了 不, 辦法是好 但是派誰去好呢 就叫李叔去吧 李叔因為董卓不肯升他官 已經恨董卓恨之入骨了 如果這時候叫李叔去就最適合了 黃婉就說好 讓我找呂布一起商量一下 於是黃婉就找呂布談 呂布就說了 往日叫我殺丁建陽的就是李叔 如果這趟他不肯去的話 我就先斬他 繼扯已成了 他們就派人去找李叔過來 呂布就對他說了 往日是仁兄利說服我殺了丁建陽 去投靠董卓吧 但是現在董卓尚欺天子 下害百姓 真是惡冠滿盈 罪惡滔天, 人臣共憤 我們現在就想了個辦法 想請仁兄利去微虎一堂 就說天子有命令 要他回朝一堂 那哄到他來了 我們就埋伏人馬殺了他 我們歷伏漢室, 同做忠臣 人兄, 你的意思是怎麼樣 我都想殺董賊很久了 就是一直都沒找到機會 如果將軍這樣做 我李叔怎麼都跟著你了 李叔說完 還啪聲咬斷了一支箭來發誓 黃婉就說了 你如果能夠做妥這件事 用休無大觀做嗎 他們商量好之後 翌日, 李叔就帶著十幾個人 騎馬趕去微虎 到了, 就通報說天子有命令到 董卓就叫他進去了 李叔參見了董卓之後 董卓就問了 皇上有甚麼命令 皇上剛病好 想在薇姜殿召集文武百官 說把皇位讓給太師來 那樣 但老夫功未得博 怎麼做得皇帝 看師太謙虛了 古時候姚繫位比順 順又繫位比羽 也不過如此 皇上雖然有這樣的命令 不過皇司徒他們的意思是怎樣 皇司徒已經叫人做好壽善臺 現在就是等主公你去 好, 好, 我昨晚發目 有一條龍佔著我 今天果然得到這個大喜信 好, 我做了皇帝 你就替我統領這禁衛軍 神謝恩 董卓就吩咐他的心腹將領 李國, 郭恥, 張濟, 范囚 這四個人帶領三千名飛鴻軍 守衛微虎 自己就即日擺架回京 董卓就辭別了他媽媽 他媽媽已經九十多歲了 兒子, 你去哪兒? 孩兒去接受漢朝的皇位 是呀, 母親很快就成為皇太后了 我最近心怕肉跳 怕是不好笑投離 我就快做國母了 那當然有點語笑 不用這麼擔心 董卓辭別元母親 臨行的時候又跟刁禪說 我做了皇帝, 就立你做貴妃 謝主龍恩, 謝主龍恩 其實刁禪就已經知道是甚麼一回事了 現在他心想 跟董卓做最後一場戲戲了 董卓出了微虎 上了車 前呼後勇, 多威勢 一直就奔去長安了 走了不到三十里 他坐的車, 忽然間整個輪子斷了 那董卓就下車騎馬了 又走了不到十里 那匹馬就猛地在喊 董卓一勒馬, 連馬僵也斷了 怎麼會這樣呢 董卓就問李叔說 駕車斷倫, 馬又斷僵 這些到底是甚麼一笑頭 好笑頭呀, 太師 認了太師你繼承炭朝的皇位 這個乃是氣咎換身 真的, 就快要坐玉臉金庵的吉少 對呀, 是吉少, 是吉少 董卓就信了 到了第二天 一走走走, 呼呼聲翻起大風 煙霧騰騰 整個天都遮住了 董卓又問李叔 李叔, 這些又是甚麼玉兆 主公你快要登上皇位 必定是有些紅光子墓 來坐下天威的嘛 是吉少 是呀, 是吉少 董卓又信了 黃韻他們找李叔叫董卓回來 真是找對人 李叔的嘴硬是會說話 又會爆肚 而且來得快 死都被他咬回來了 他又怎會困不住董卓呢 他總是說車斷卵 馬斷僵 狂風煙霧等等 一切一切災難 都是好笑頭來 搞得董卓甚麼都相信他 要不然 殺董卓的計劃就下胸了嘛 好, 董卓的大駕 就已經來到長安城外了 文武百官也恭恭敬敬地來到城外迎接 當時是因為李宇一個人 因為有病不得起身 所以就沒有出來迎接了 董卓一回到相府 呂布就和他賀喜了 董卓就說了 我登上了皇位之後就封你做大都督 殿下的兵馬就由你來指揮了 多謝依夫 呂布的心想 好, 騙你董卓一會兒 當晚有十幾個小蚊子 就在街樹唱文歌 歌聲都傳到入相府 歌詞是這樣的唱的 千里草, 何清清 十日福, 八得生 歌聲聽起來很淒涼 董卓又問李叔 董卓又問李叔 這首歌是甚麼意思 李叔又編一些故事來哄董卓 他就說這首歌無非是流氏滅 董氏興 其實千里草 千里這兩個字 合起來就是重字 一加一個草花頭上去 就是董字 說到十日福 一個十, 一個日 加上一個祖字 上面一個福就是一個卓字 不得生, 不得生當然是死的 這首歌的意思是董卓就要死了 但是董卓他聽不明白 就被李叔哄電了 日日一天亮 董卓就擺了儀仗隊的上朝了 在路上撞見一個道人 穿著一件青色的道袍 就戴著一頂白頭巾 還拿著一條長竹竿 上面掛著一幅像長的布 上下兩頭就各寫著一個口字 董卓又問李叔 這個道人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李叔就說 這個道人是發神經的 那又叫軍事趕開了他 董卓入到皇宮了 見到一群大臣都穿著朝服 整整齊齊地站在路邊迎接 李叔這個時候, 保劍出朝 握著在手裡, 扶著董卓的車走 來到北翼門了 跟著董卓入朝的士兵 全部攔置在門外 一路不准進 只准許二十多個車夫一同進去 董卓遠遠望見黃雲和一群人 每個人都守執寶劍 還站在甘殿門口 又怕起來, 就問李叔 他們每個人都拿著劍在手裡 到底是甚麼意思 前幾次, 李叔都是有問必答的 唯獨這次, 叫聲都不出 推車直入 黃雲就大聲地說, 反賊來到了 一聲, 在兩邊衝出百多名武士 有人就拿刺激, 有些就拿矛 對著董卓就刺過去 董卓這個人老謀心算 原來他在潮服裡 還穿著一件遠慰甲來防身 那件衣服還刀槍不入 所以刺也刺不死他 只是刺傷了他的手, 打了他下車 董卓就拼命大喊 鳳仙乖, 你從哪兒來 快點來救我 呂布在車後一步衝出來 大喝一聲說, 鳳子殺賊 一擊過去, 就刺中董卓的喉嚨 李叔一揮, 割了他人頭下來 拿著在手裡 呂布左手拿擊 右手就扔出皇帝的詔書 高聲大叫就說 鳳子殺賊臣董卓 其餘一概不問 萬歲萬歲, 萬萬歲 看見殺到董卓 將士和官員都高興到極 呂布又說 幫董卓做壞事的 都是李如這個家夥 我們一起去抓他 說話還沒說完 就看到朝門外的人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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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就有人稟告說 李如家的勞服 已經綁住李如拉過來 皇韻就命令 把李如押去市中心 最熱鬧的地方 慘手示眾 同時 也將董卓的屍首 搬去街市示眾 董卓就殺了 那後事如何 就請看下門分解 發拉城君濠大酒樓 新推出君濠廚師特價推介 椰青竹絲雞湯 XO醬炒斑球 蘭粒煙三文魚炒法 潮式凍蟹 紅酒燴牛尾 極品鮑魚雞煲 及角色山滾靚竹等等 週一至週五晚餐九節 週末及假期除外 晚餐在百里停車場 免費停車三小時 晚上茶師即叫即正 吃不停至晚上十點 君濠大酒樓 在發拉城羅斯福大道 136-20號三樓 電話718-358-3388 718-358-3388 HELLO 大家好 我是青朗 在祝大家有一個開心愉快的聖誕節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新的一年即將理想啦 你有沒有什麼新年願望啊 讓我順便預祝你們新年快樂 無論你有什麼大想頭 又或者小玩意都好 祝大家心想事成 想那樣又那樣啦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Happy New Year 上回就講到 黃穎將董卓的屍體 擺在大市場街尼市中 董卓又滿肥的 看屍的首位 就在董卓的桃池那裡放了一個燈芯 哇厲害咯 那些肥油漏到滿地都是 經過的百姓 個個都拿著董卓的人頭來擲的 亦都個個拿著腳來踩董卓的屍體 可見那些老百姓 是多麼仇恨董卓 黃穎就命令呂布 黃浦松 李叔 帶著五萬兵去薇湖 去抄董卓的家 登記的財產全部沒收充公 董卓的家人就一個不留 董卓離開的時候 就留下四名心腹將領 就是李郝、郭廁、藩炒和張濟他們鎮守眉湖 現在這四個人聽到董卓被殺 呂布就要帶兵公過來 立即就率領部下的飛鴻軍 留夜走人 投奔去梁州 那呂布一到眉湖 首先是接走了刁閃 黃浦松就命令人 搶回來的梁家婦女通通都釋放 送回家 至於董卓的親屬 把一分男女老友通通殺光 連董卓的老母也殺了 董卓的弟弟董華 那侄董華就斬首示宗 他收到的金錢有幾十萬 百銀就幾百萬 凌鑼籌斷 珠寶器銘就數之不準 抄完梅湖就回去報告給黃浸了 黃浸一邊慰勞軍事 一邊就大排賢籍 歡迎百官 共同慶祝勝利 大家在高高興興地喝酒 突然接到報告說 有個人在街市 博在董卓的屍首哭 真是豈有此理 黃浸就很生氣 殺了董卓, 市民個個都說好 是不是有漏網之餘回來送死 這麼大膽在哭董卓 人是, 給我抓他來 俊明 沒多久 不是, 士兵就把那個人捉了 大家一看 我, 人人都感到意外 原來那個人正是時中蔡翁 不知大家還記不記得這個蔡翁呢 他呢, 就是得罪過那些太監 被人霸了官人 後來董卓專權 就因為他是個名人 所以才恢復他的官職 還在一個月內 升了他三次官那麼多 黃浸就罵他了 董卓這個奸賊 現在已經復發了 你是國之大行 百姓之福 你是漢朝的大臣 也不是國家行行 反而在同情這個奸賊 你貴甚麼呀 蔡翁就認罪了 他說 我蔡翁雖然財疏學錢 大亦明白義理的 怎會說背叛國家 而向著奸賊董卓的呢 只是一時之間 感激他當初知語知恩 所以忍不住要去哭一哭 我都知道我犯了大罪的了 希望大人原諒 就算判我的刑 在臉上賜致 就算斬了雙腳也好 只求大人准許下官 繼續寫完漢史來贖我的罪 這樣我就感恩不淺了大人 當時所有的大臣 都很練習蔡翁的才學 個個都為他求請 想救回他 太父馬日低也靜靜和黃雲說 蔡翁是個抗世奇才 如果能讓他繼續寫完漢史 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而且他又是個孝子 一向都聲譽甚高 如果一下殺了他 恐怕會失人心 黃雲就不這樣看了 他說 黃雲就不這樣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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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他胡亂亂議論 說壞話 黃雲這樣說 馬日低就沒聲出了 終於黃雲就把蔡翁收入監獄 然後整死了他 現在又說說李國 國慈 張濟 和泛囚這四個人 他們逃去西梁 過了一段時間 他們派了一個使者去長安 請求謝罪 誰知道黃雲就說 董卓之所以敢飛揚不惡 家恩就是有這四個人幫他守 現在雖然是大謝天下 偏偏為毒 就不能夠謝這四個人 試著回去回報李國 李國就說 請求謝免又不准 不如我們各自逃生 李國有個謀事叫做假許 他就說 行啊 如果各位將軍拋棄了軍牌 自己單身一個人徒生 那就少許一個庭長 都可以放棄你們 不如這樣就好了 我們想想辦法 把西梁人拋棄 跟我們本部的人馬 殺入長安 為董卓報仇 事情如果成功 我們放著那個皇帝 天下就是我們的 如果不聯絡 到時再走也不晚 是呀 是這條計策 李國他們一聽假許的話 派人在西梁州到處散播謠言 說黃雲就快派兵掃蕩西梁了 搞得人心惶惶 然後又散播說 不要白白死這麼無謂 跟著我們去重返 還有一條生路 那些西梁人就上了當了 都怨烈跟著他們一起去造反了 一下之間就聚集了十幾萬人 分成四路就殺去長安了 去到半老 遇上董卓的女婿 牛婦帶著五千精兵 說要跟他外父報仇 李國一於聯合他一起 要他做先鋒 於是就繼續進發了 黃雲接到西梁兵打來的消息 就跟呂布商量 呂布就說 司徒大人放心 兩班區區少輩算了甚麼 那呂布和李叔 兼齊兵馬就出城營戰了 李叔去打頭陣 碰巧牛婦就大殺一陣 牛婦不夠打, 連亡撤退 沒想到當晚二更 牛婦就趁著李叔沒有準備 竟然帶兵來個業宅 糟糕, 李叔的軍隊吃虧了 被牛婦殺到退後三十多里 兵馬損失了一大半 李叔打輸了就去見呂布 呂布就發火罵他 你這個家伙, 錯傷我的銳器 馬上就叫武士 把李叔出去斬了 把他的首級掛起來示蹤 第二天 呂布就親自帶兵來進攻牛婦了 牛婦又怎會比呂布打得過呢 當然是輸得貼地了 當晚, 牛婦和他的心腹胡赤兒 一起商量了 呂布這麼勇猛 無論如何都打不過他 不如我們就瞞著李卻他們 帶著金銀珠寶在身邊就走了 好, 就這樣說吧 等到夜心人靜的時候 牛婦收拾好金銀寶貝 只帶著三四個親徒和胡赤兒 想要把他們丟掉就逃跑了 他們走過一條河邊 在鎮越過河的時候 胡赤兒就想謀金銀珠寶 好, 就在背後一刀殺死了牛婦 還拿著她的人頭來獻給呂布 請求投降 呂布就問起這件事的經過 那幾個親徒就全都說出來 就說胡赤兒只不過是為了牛婦的金銀珠寶 才殺了她 呂布就生氣了 這些人也有用嗎 馬上就斬了胡赤兒 所以, 第二天早上 呂布帶兵前進的時候 撞上呂布的人馬 呂布還沒等她擺好陣 挺擊約馬, 就揮兵直衝過去 呂布的軍隊就頂不住了 快退了五十多里 退到一個山腳炸落贏寨 呂布就找了郭恥、張濟、范囚 和賈許一起來商量 她說, 呂布銳不可擋 有何良策 賈許就說 呂布雖然勇猛 但是她卻有勇無謀 其實不用怕她 我們可以這樣打她 李將軍帶著一隊人馬 守著山谷 每天只能引她來施殺 郭將軍又帶一批軍隊抄她後腦 明金進兵, 雷武修兵 將將軍和范將軍的兩位 就兵分亂落直取長安 呂布這樣, 一定首尾不能照應 一定是大賣的 好妓, 好妓啊 於是大家就依計行事了 好了, 說這麼快呂布的兵馬就到了 呂布居然出面挑戰 呂布一看 你也不知道死, 還來漏打 柏馬就衝殺過去 你確虛防一槍 勒馬就退了上山 呂布正說揮兵就想追上去 誰不知山上又石又剪 像下雨般下 又上不去 忽然間 探子報告說 郭子的兵馬在後面殺過來 呂布就急急地回兵去迎敵 誰知道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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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大震 郭子的兵馬又撤退了 呂布看到人家退了 他又想收兵 啊, 怎知又啵啵啵啵啵啵啵 羅聲一響 李柯的兵馬又在山上衝下來了 但是又未來得及跟他打 後面郭子的兵馬又來了 但是呂布又想轉回頭打他的時候 嘿, 又雷虎收兵走了 真是惹得呂布生蝦跳, 肚子都爆 如是者, 連續幾天 想打就打不成, 想退就退不了 你說激氣不激氣 這招就名為車輪戰 呂布正在發猛症的時候 忽然間探子又來報告 就說張濟範囚這兩路兵馬 侵犯長安, 驚師告急 不得了, 呂布就立即下命令 全軍撤走 趕回去救長安 這趟就到李柯國次他們追著來打了 呂布亦無心戀戰 一味趕勞猛跑 所以損傷了不少人馬 及至回到長安城下 哇, 張濟的人馬早就大軍混雜 為實長安城 呂布就跟他們打幾仗都失禮 同時, 呂布帶兵非常殘暴 那些軍事又很怕他 所以, 在呂布作戰不利的時候 投降過去的兵就很多了 過了幾天 董卓有兩個餘黨 一個叫做李蒙 一個叫做王芳 他們還在長安城內 這一天 他們就做內應 偷偷地打開城門 那張濟他們四路兵馬 就一起湧進去 呂布發散麻雲 亭氣方天或益 左衝右凸 但是也沒辦法抖得住 就只好帶著紀北馬軍 拋去清索門外 大聲地喊王芳 告訴他 形勢已經十分危急 就叫他跟著自己 一起突圍衝出去 以後再想辦法了 怎知王芳就不肯 他說國家有難 不能夠偷生 他說打不贏 就寧願以死報國 呂布再三再四地勸他 王芳就總是不肯走 這個時候 各個城門都已經火光沖天 呂布就唯有連一家大勢 吊低都不顧 帶著幾百名馬軍飛奔出城 扔去投奔元術 這書暫時不講他字 現在就再講一下 李柯國次他們 他們攻了入長安城之後 就縱容兵四處去搶兩 好多位大臣都因此被殺 當時李柯就帶著兵馬殺入皇宮 一時之間緊張得不得了 一幫士臣就請皇帝出面去紫亂 憲帝就走上孫門庭的城樓上 李柯一望見憲帝在城樓上出現 他馬上就約束著人馬高呼萬歲 憲帝就在城樓上問 卿家也沒得命令 就突然帶兵前來長安 所謂何事 李柯國次往下方回答 董太師立刻閉下社職之神 無端端被皇穩謀害 神等來到長安 是為了報仇說恨 並不是造反 見到皇穩 神等就退兵了 當時皇穩就站在皇帝身邊 他聽到下面是這麼說的 就對憲帝說 神一生本來就是為了社職打算 現在既然到了這個地步 請陛下不要因為蓮色微臣 就誤了國家 請陛下准許微臣 下去見那兩個奸賊吧 憲帝就很痛心 柔柔意義總是不捨得 皇穩對著憲帝扣了幾個頭 就這樣在孫庭門的城樓上跳下去 喊喝一聲 皇穩在此 你確國次就吹一聲拔了一把劍 皇穩 董太師有什麼罪 你要殺了他 董賊罪惡滔天 說也說不定 他被殺的那天 長安的市民人人慶賀 什麼就是你們兩個不知道嗎 那太師有罪 我們又有什麼罪 為什麼不肯赦滅我們 你們這些犯賊不用說那麼多 我皇穩今天 只有一死 以謝天下 皇穩大意想言 李國國次手起刀落殺了皇穩 李國他們這樣還不止 還叫人把皇穩的宗族 一個不留 全部殺害 這個時候 李國國次的心想 一不做二不休 既然走到這一步 不如就殺了皇帝 自己坐江山靶吧 靜靜上動手的時候 張濟犯愁和賈許 他們就老謀心算了 他們就說 不要 如果今天就殺了皇上 恐怕朝中上下也沒有人服我們 不如認救擁護他做皇帝 哄諸侯入關黎敬屍 剷除他們 然後再殺他未遲 到那時候 天下就是我們了 那倒是 李國國次聽他們說 插一把劍沒動手 賢帝在城樓就問 皇穩已經復發了 軍馬為何還不退 李國國次就說 神等有功於皇室 但是還未得到皇上封官赤爵 所以就未敢退軍 皇上 那你們想封什麼爵位呢 於是李國章梵 四個人各自寫了自己的跡銜 呈上去 蛤 真是勒索那麼勒 指定就要敢敢敢的官長 賢帝又沒有他辦法 唯有聽話照封是了 就封了李國做車技將軍 慈仰侯 領師弟下衛 在軍事上面有生殺的大權 封國次為後將軍 美讓後 在軍事上也都有生殺大權 李國和國次一同管理朝政 封范囚為右將軍 萬年後 封張繼做票記將軍 平讓後 那麼范章兩個就統率軍馬 在弘龍地區駐房 其餘李蒙 黃芳 等等都封了做校衛 得到官爵之後 他們才謝恩 才帶兵出城 李國又下令 要找回董卓的屍體 但是完整的就沒辦法了 只找回一些靈皮碎骨 所以他們用一些檀香木 雕成董卓的形體 搞定了之後 就大切祭祀 用黃族的衣冠和棺材來唸它 拆了吉日 在薇湖舉行葬禮 臨到夏葬那天 天忽然行雷閃電 下了一場大雨 平地水深幾呎 哇 滾的一個大女 將董卓的棺材震開 整個屍首就撕了出來 李國他們就只有等到好天再撞了 怎知每次都是這樣 連氣三次的改旗下撞都撞不成 董卓剩下的那些靈皮碎骨 全部被雷火燒了 所以你說奇不奇 那天氣董卓 都可謂氣得厲害了 自從李國國次掌握大權之後 都照樣殘害百姓 又派了一些心腹在皇帝身邊 名為侍奉 實則監視 所以憲帝的一行一動都受到監視 朝廷上的官員都由他們說了事 要升就升 要降就降 但是他們要收買人心做下樣子 也特意召了朱鎮為敬師 還封了他做泰伯的官職 一同管理朝政 有一天 他們得到報告說 西梁泰秀馬騰 梁州刺史寒帥 就帶領十幾萬大軍 殺人來長安 還聲明說要討伐奸賊 原來馬騰和寒帥 事前有秘密派人來長安 和時宗馬羽 奸以大夫聰兆 左宗狼將劉帆這三個人聯絡好 就他們三個人做內影 一齊來消滅李鑊這班人 他們三個就秘密地品授給現帝知 又封了馬騰為征西將軍 韓帥就做鎮西將軍 各人也接受了皇帝的秘密命令 要合力消滅奸賊 現在又說回李鑊他們四個人 聽到馬騰的大軍快要殺到 就一起商量怎樣認敵 因為西梁就是今天的甘肅地區 梁州就在今天河北山西的一部分地區 所以他的謀士賈許就說 他們兩支軍隊這麼遠來到 我們不用跟他們打的 只要加強防禦攻勢 堅守不出 不足一百日 他們的糧草必定容盡 那麼就必定退軍的了 到時候我們再派兵追殺 馬騰、韓帥就守到那來 李蒙和黃芳就說 這樣不行 他們說我們願意帶一萬精兵 馬騰、馬騰和韓帥的人頭回來 獻被將軍 那麼,賈許就說 現在你們去打 必定會敗的 輸 如果我們兩個輸了 寧願殺頭 不過這樣 如果我們贏了 你也要輸一個人頭給我們 賈許就對國賜 李鑊就說 如果一定要打 就這樣 長安以西二百里 那裡是周疾山 地勢十分險峻 那就請張帆兩位將軍 帶兵去那裡報仿 做好公事在那裡堅守 之後再等李蒙和黃芳帶兵去營敵 李國國旨還是聽他的話 點了一萬五千人馬 就給了李蒙和黃芳 他們兩個很高興 就帶兵到離開長安二百八十里的地方 扎落營寨 沒多久 西梁的兵馬來了 李蒙和黃芳就帶兵去打了 西梁的軍馬在路上擺開陣勢 馬騰、汗碎 一嚇一隻馬就走出來 指著李蒙和黃芳罵他們就說 半國的奸賊 誰跟我們捉他 話口未完 只見一位少年將軍 飛馬而出 這位少年將軍 生得臉如美玉 眼若流星 虎體懸臂 飆覆狼腰 手執長槍還騎著一匹進馬 十分威風 原來他就是馬騰的兒子 馬超 自慢起 當時只有十七歲 但是武藝高強 英勇無敵 黃芳打算欺負他年輕 弱馬就出來迎戰 誰知打那幾個回合 就被馬超一槍就刺了落馬 馬超打了一個之後 勒轉馬就支支柔地翻扯了 李蒙見到黃芳被刺死了 跟著就飛馬出來猛追馬超 馬超一尾炸著不知 馬騰就見到兒子在馬門之下 怎麼這麼大意 咦 就大聲喊 後面有人追你啊 說話還沒完 只見馬超就把李蒙捉在馬上來了 咦 怎麼捉的呢 原來馬超就知道李蒙在後面追來了 就故意慢慢走 等李蒙的馬一追近來了 一槍刺過來的時候 馬超就把身一閃 李蒙的槍刺空了 直馬就向前一衝 就來一招四兩撥千斤 這個時候馬超伸開手臂 袖手一拿 就把李蒙生琴撥捉過去了 馬騰汗碎就立即揮兵掩殺 打到那幫沒了將領的兵仔 撕橫騙野 幸好走得快的就撿回一條命仔回去 馬騰汗碎就大鑊全盛 跟著直逼喊口 拆落營寨了 跟著就把李蒙斬首 李蒙國似接到消息之後 知道李蒙皇方都被馬超殺了 然後才知道 假去真是有先見之名 就完全聽完他的話 又按照他的計劃做 一味就堅守關房 有得馬騰汗碎挑戰 誰都不出城營戰 果然不出兩個月 就糧草缺乏了 沒辦法再堅持下去了 就商量要撤走了 這麼巧在這個時候 衝朝三個人的首級 拿到城門上掛起來 馬騰汗碎見到軍人已經用盡了 內應又洩露了 就只有拔解退兵了 李郭郭子就下令張濟大兵追折 范囚就帶兵追擊韓帥 就殺到西良的兵馬大敗了 幸好馬超押後在後面死打 這樣才殺退了張濟 范囚就去追韓帥了 追著追著就來到陳倉的時候 終於被他追上了 韓帥就勒定了 回轉頭對范囚就說 我和將軍乃是同鄉 為甚麼今天這麼無情 范囚也勒定這把回答說 這是上面的命令 不能違抗 我這次來都是為了國家 將軍無謂逼我逼得這麼近 范囚聽韓帥這麼說 也沒有再說話了 就撥轉碼頭收兵回債 放韓帥走了 誰知這件事 被李郭的侄李別見到 好, 閉家夥了 李傑回去告訴他叔叔 李郭聽到, 生氣得跳起霸杖高 馬上想輕兵打范囚 賈許就說 這不好, 目前人心浮動不安 密密地打仗極尖堂 要殺他, 另外想辦法才行 那, 究竟用甚麼辦法來殺範囚呢 若知後事如何, 就請看下門分解 法拉城君濠大酒樓 是紐約最巨氣派 大型華麗的婚宴場所 繁衛顧婚宴酒席兩萬元以上 立即送送送 送禮堂布置 送華麗冰雕 送Open Bar 送小食 送三層結婚蛋糕 送婚紗攝影禮券及禮包 送本色盛典 KTV八折優惠 送致君濠大酒樓 無論晚飯及喜慶婚宴 都是定級首選 君濠大酒樓 在法拉城羅斯福大道 136-20號3樓 電話718-358-3388 Merry Christmas 大家好, 聖誕快樂 我是李子清 我最喜歡的節日之中 聖誕節都算是首選 因為耶穌降世 好世歡騰 而我們人人開心 穿紅帶綠 又送又收聖誕禮物 你說多開心呢? 尤其是今年在美東時電台 和大家一起歡度聖誕 此稱祝大家聖誕快樂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